这只羚羊脾气太大了,硬生生顶住两头狮子的进攻,你觉得羚羊最后的命运是什么? 这群非洲大羚羊正在大草原上安静地吃饭,这里水草丰盛,是一处吃喝玩乐的好地方,看看这俊秀的脸庞,像极了正在吃饭的你。 但是青青草原危机四伏,它们嬉戏打闹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危险正在悄悄临近,有两只狮子盯上了这群羚羊,对于狮子来说,羚羊实在是难得的美味,但是捕猎非洲大羚羊并不容易,这些羚羊的体长可以达到三米多,体重可以到一吨以上,而且长有锋利的尖角,可以轻松地刺穿敌人。 狮群来到羚羊群前,哈拉子都快流出来了,这些羚羊还没有意识到危险,狮子已经近在咫尺,它猫着腰躲在草丛里做出攻击的姿态,寻找合适的捕猎机会。 一只羚羊歪头看了看镜头,本来想要拍个美美的正见照,却意外发现了狮子,吓得它浑身一击灵,拔腿就跑,这有点打乱了狮子的计划,狮子也立即开始追赶羚羊。 两只狮子紧密配合,紧紧咬住羚羊的后腿,羚羊痛得一个急刹车,把一只狮子甩开,羚羊毫不畏惧,用自己锋利的长脚攻击狮子。 狮子非常畏惧羚羊的长脚,轻易地不敢接近羚羊,狮子心里有些胆怯,尴尬地在地上转圈,好像在说跟我没关系,别找我,毕竟这脚顶在身上就是长川杜烂。 羚羊甚至还自己挑衅狮子,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非洲大羚羊究竟有多勇猛,一头羚羊硬钢两只狮子还能把狮子追得满地跑,狮子从捕猎者变成了被追赶的,那羚羊也可以趁机逃脱。 这一局,羚羊完胜,但是羚羊的运气并不是一直那么好的,这两只看上去有些沧桑的狮子正在光明正大的偷袭羚羊。 羚羊还有些摸不清自己的地位,不跑也就罢了,还主动冲上去想和狮子掰腕子。 两只狮子冲过来,趁机一口咬住了羚羊的脖子,刚落到地上,羚羊就被狮子紧紧咬住,它还想继续挣扎,但是两只狮子都紧紧地控制住羚羊,最后羚羊成功变成了狮子的下韭菜。 大草原上每天都在上演追逐逃命的戏码,这群狮子又看到了几只羚羊,它们趴在地上匍匐前行,充分地展示出自己优美的身形,一看就是一个惊艳丰富的猎手。 狮子走路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,所以这些羚羊也没发现狮子。 旁边一群小羊惊恐,狮子开始了捕猎,羚羊此时才意识到危险,它们盯上一只若单的羚羊,开始进行最后的威力,再从林中跑得慢,只有被吃掉,但是这只羚羊有点倒霉。 虽然它跑得快,竟然被绊倒了,此时它应该很想说一句,总有刁民想害阵。 狮子也冲到前面,将羚羊变成了自己的晚餐。 这可能是草原上最懒的一群母狮了,它们肚皮朝天,躺在地上悠闲地晒着日光玉。 狮王看着它们快要丑死了,心里似乎在嘀咕,这是取了一群什么东西? 既不能保卫狮群,也不能捕猎养家。 狮王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,但这群母狮却什么也不管,睡醒后的它们津津有味地看起了河马,争夺王位。 一只雄性河马正在挑战河马领头羊的地位,这些庞然大物打斗的胜负完全取决于谁的嘴巴张得最大。 母狮们边吃着瓜子边看戏,而狮王却只能在一边挨饿。 母狮玛雅在河对岸的灌木丛中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宝宝,和懒惰的母狮们不同,她是狮群中的一名出色的猎手。 此时的玛雅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,她太饿了,不得不带着孩子出去寻找食物。 就在这时,河中央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,原来是一只水牛被河马给揍了,水牛受了重伤,狡猾的鳄鱼趁虚而入。 而水牛的惨叫声也引起了狮子们的注意,对于懒惰的母狮们来说,又送上门的食物是再好不过的事情。 于是他们开始接近水牛,不慌不忙地绕着水牛走了一圈,寻找下嘴的机会,但他们很害怕会遭到水牛的反击,最终他们选择了最笨的方式,那就是等待。 把水牛饿得没有力气是他们的最终目标。 此时的水牛被狮子和鳄鱼前后夹击,他非常紧张,最后终于忍不住了,倒在了地上。 母狮们高兴地把水牛拖到岸边,然后开始享受劳动成果。 鳄鱼也想奋一杯羹,但遭到了母狮们的拒绝和对岸的玛雅,看到自己的狮群在享用大餐,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拼桌,于是他决定把孩子安顿下来,先填饱肚子再说。 但水里成群的鳄鱼让玛雅犹豫了,然而最终饥饿还是战胜了恐惧。 他从容地从河马和鳄鱼的面前穿过,到达了河对岸,狮群成员热情地迎接了玛雅。 毕竟狮群平时狩猎,玛雅都是主力,所以母狮们都非常敬重他。 玛雅静直地走向那具水牛尸体,但没想到这份大餐早就被吃个精光了,只留下了一些零碎的骨头。 玛雅只能自己捕猎了,他冰上了远处的一只黑斑铃,然而这里却是两只陌生雄狮的领地,但饥饿难耐地他管不了这么多了,他直接扑向了那只羚羊,轻而易举地拿下了猎物。 但就在玛雅享用大餐的时候,领地的主人回来了,尽管他们的鬃毛很短,只是两只年轻的狮子,但他们的战斗力却不容小觑。 兄弟俩对玛雅发起了攻击,玛雅不是他们的对手,只能马不停蹄地逃离现场。 虽然躲过了危机,但眼下却要面临新的难题,他离开幼崽太久了,必须返回和对岸查看幼崽的情况,因此他不得不再次从满市鳄鱼的水里渡河,努力游到对岸。 鳄鱼对他发起了突袭,他拼命向前冲,最后终于死里逃生。 但命运似乎和玛雅开了个玩笑,他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了灌木丛,却发现他的两只幼崽不见了。 他焦急地呼唤,他一直找到天亮。 终于有一只小狮子出现在他的视野里,这是玛雅的女儿,然而他的儿子却失踪了,玛雅只能先带着女儿回到狮群。 随着旱季的到来,所有动物都迎来了最艰难的时期,许多河马没有在这场旱季中挺过来,变成了狮子或猎狗的食物。 草原上,仅剩的水塘依然被狮群占领着,一只年轻的小河马来到了岸边。 这只小河马似乎还不了解狮子,如今正值食物匮乏的季节,所以玛雅毫无犹豫地对小河马发动了攻击, 小河马只能慌忙地逃跑,他险些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 如今,河马群里生下了许多幼崽,但雄性成年河马却依然为了王位而战斗,完全不顾幼崽的安危。 经过一场大战之后,成年河马只是受了些皮外伤,但一只河马幼崽却因此受了重伤,痛苦地趴在了地上,很快他就成了狮群的午餐。 几天后,玛雅顽皮的女儿跟着她的一位哥哥离开狮群去探险,但整个狮群没有人发现他们失踪了,其他母狮都在懒洋洋地晒太阳。 玛雅见到母狮们的样子叹了口气,这么多年以来,这一大家子几乎都是靠自己养活的,母狮们睡得都很香,只有玛雅在担心晚餐的事。 而就在这时,她发现了一群羊角龄,玛雅立刻展开了行动,她发起了冲刺,片刻间羊角龄就被捕获了。 这群懒惰的母狮最喜欢吃白食,他们一看到玛雅又一次成功狩猎,高兴得连叫都不睡了,一拥而上地去分享玛雅的猎物。 但狮子们只顾享用美餐,却没有发现有两只幼崽不见了。 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草原上,落单的幼崽随时都可能会遭遇危险,玛雅的女儿躲在哥哥的怀里瑟瑟发抖,虽然哥哥只有一岁,但她非常懂事,知道自己应该照顾妹妹,但该来的总会来的。 一只上岸寻找食物的河马,发现了这对兄妹,虽然河马是食草动物,但他们对捕食者会有一种天生的敌意。 看着河马越走越近,小狮子惊恐地发出了呼救。 在危急关头,哥哥鼓起勇气站了出来,为了保妹妹,他勇敢地冲向了河马,对她发起了咆哮。 本以为他会成为河马的口中亡魂,但没想到这是一只非常胆小的河马,他被这只一岁的小公狮给吓跑了。 就这样,小公狮成功地保护了妹妹。 休息一会儿后,兄妹俩朝他们记忆中的方向走去,不知过了多久,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幼崽的视野中。 他们回到了狮群,但母狮们仍然在懒洋洋地晒太阳,整个家族的重担依然在玛雅的肩上。 这个故事似乎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,找老婆一定要找贤惠的,你们觉得对吗? 这个故事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